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由我许刘山和我们的新西兰伊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报》 再加上浪费冷气也需要大家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的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讲一下城市网民热话 好 近来很多人都在讨论一部剧 叫做《下流上车族》 是 我看过第一集 其他我都没看过 没时间看 不过听人说非常好看 社会上也带来很大的回响 当然要有这么多的回响 一定要引起大家的共鸣 这样就可能会在这些剧里面 或者偶尔会发现到自己的影子 甚至乎你身边的朋友的影子 你认识的人也好 不认识的人也好 如是这你引起共鸣的话 你就很愿意或者很乐意去追看 究竟是怎样 起码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或者发生在朋友身上 对于这些疫情移民 加息或者很多不同的情况 等等的影响 其实现在香港的 楼价真的有下跌的迹象 我想最大的关键 都是加息 再加上一些移民潮的码价盘 是呀 码价盘现在都经常有这样的报道 但是是不是真的成为一种风潮呢 我一直都很怀疑 我到现在 我也有留意香港的楼市 其实有不少盘 买了出去都有赚的 所以到情况我看就不是真的这么严重的 当然了 就是你说有赚的那些 可能你在十年前 或者十几年前买下的那些 可能你到今时今日 就算叫做跌了的话 甚至乎出现了一些叫做移民的 为什么要卖楼 有时候有些人就叫做楼换楼 你卖了一间的时候 就可能再加多些少钱 再买一个大一点的单位 或者再搬去其他地方 都算是OK的 有些读书 小朋友要去其他区域上学 想去考那边的学校 有这些搬屋 也有这些不少的情况 所以香港的楼宇买买 有时真的 你又买不到两间 再买一间行不行 可能按键就供不到 是不是 对于这个 这个叫做上车族 是不是真的会变了往下楼 其实真的 近几年买楼的话 如果你买了一些区 不是什么旺区 还是怎么样的 例如好像那些 旧楼 然后再翻新 突然间 好像工厂区那里 就做两栋 例如大角楼 样子好像很漂亮 但是晚上那里 真的荒凉到 都不知道什么 都很挂环 有些地方都是这样 土瓜环 有些都可以叫做好一点 例如近住 启德那边 那些都叫做好一点 但是新盘 有些OK 但是如果你说 刚才提到什么 大角楼 那些 可能就差一点 跟MK 那些有些距离 有一些内历史的 那些都叫做OK 十年左右 反而这些太新的 都是麻烦 我有朋友说 我租过那里住 都是一般的 晚上那里 试过走 我也觉得 有点 人迹罕见 是的 好了 回来说回这个案子了 就说他的朋友 在2021年的时候 就叫做高价 买了一层楼 算不算叫做高追呢 或者可以叫做摸顶 那段时间来说 都挺多的 尤其是有些人 看到一些报道 又说 哪个哪个新盘 排到爆 又说很快 什么都买了 又说访问了什么人 他们买来 又说什么自住 又说投资 又说买了两个 买给他家人 或者迟些再想 最重要是买了先 不买就执书 这样的 那真的 有些人会走了去 照样买 就是觉得 疫情去到这个位 迟过去了 那就再升 其实你说 疫情 对于楼价 那段时间 那个影响 都没叫做那么快浮面 真的出了一些 叫做砍价盘 就麻烦点 就是那些叫做 移民那些 因为有些人就说 你买这么贵 那我不买了 我等下有没有 移民那些砍价盘 有些买家 是这么贵的 走到来 是这么直接 跟你说 他怎么为之 叫做摸顶买这层楼 就说 他这层楼 就值一千万左右 他又借足八成 即是 借八百万 欠银行 就八百万 那个贷款 如是者 他现在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就要去 想 立即叫做买楼 不知道他供不起 还是怎样 因为那时候 我们也想过的 和邝俊宇 就很近似这些案子了 他说他自己买的那层楼 都是在大角嘴的 即是那些半新楼 可以叫做 都是一千万左右的 他自己那时候都说 借爆银行 就是叫做 滚到尽那只 才叫做买得到的 现在他 真是好业 他还捱到 他捱到 是吗 就是看来他都是财内自有方 是不是 又或者叫做 撕着过去做立法会议员那些 他做完之后 也有长期服务 那个叫什么 类似给他一个小小的钱 就是做完整个任期的时候 他辞职的 也有的 按比例给他 政府这方面很公道 不要说邝俊宇你做了这么多的事 我们不给你 那又不会的 不是这样的 如果他有破坏什么的 他罚钱就算了 就算是陈之全也有给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撕着那些 不过这个案子的主脚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卖 谁知道跌下跌下跌下跌到 只剩下600多万 一来一回 差不多就亏了400万 就是你计算你的律师费 买一卖的经纪佣金 就是很多其他不同的成本 甚至乎你这段时间 那个小小的时间 一年半载 你供楼也有利息 甚至乎你那个按揭 这么快切的话 也是有些少的 罚理的 那他变相 就没有了 他那200多万的首期 那现在还要倒贴 多200万才卖到楼 他这个200万 他可以慢慢再供给银行 好像供楼 那么供 但是你想想 无端端 你一年左右 你没有了你自己的200万的 职速的首期 然后还要供多200万 供给银行 哇你不人都瘋了 当然了 就是遇到这种情况 楼市又好像很厉害 这样 如果保持着升的话 都还还可以 就算几辛苦 我感觉 都叫做舒服一点 但是现在 第一 升息 升价息 你就是有更多的钱 需要投入去供楼 第二就是 你看到 有不少的新闻都说 楼市 楼价就跌着 跌着的话 这两样东西搭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很差 会令到人情绪很紧张 再加上 经济前景看来又不太行 如果自己的工作 万一 万一的工作 没有了 你们不是说 不害怕 是吧 很大压力 现在他都要 再倒贴这200多万 我不知道他怎样 去付 我估计应该是叫 慢慢供的 他跟着 在朋友面前 都叫 崩溃 他说 没有了 我这样 就一世了 那何解呢 即是你要供 200多万 或者200万 付回银行的话 你都要供一段日子 是不是 就算你 每个月 你当你供 一万的话 你还没计算利息 你要计算利息 那你也有时间供 那你还有 你之前 200多万 的首期 你又没有卖了 你想一想 你多辛苦 多久才能 存到这200万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他说 这样就一世呢 就是这样 他还说他请了这个朋友 走去一间 都叫做高级的日本料理餐厅 想着请他吃个定食 看他 好像很久没吃过 我这样 在那里吃 看他都觉得很心酸 这样 都挺可怜的 不过 这个 我觉得 某个程度上 都是他自己的心理 还没调整得到 我觉得 首先能够可以做的 先调整一下他的心理 不要被一时的变动 一时的波动 影响到 你一定要有一个 正向一点的心情 在心理上要 要强大一点 才可以应对这个疫境 我觉得 对吧 那当然啦 有些网民就说 不信 那说 喂 哪个屋苑啊 跌那么多 究竟他当时买这个数是怎样 他这样说 我们就这样计算 这条数出来 给大家看 有些人 为什么 就会说 香港 没有前景 还是怎样 其实也看到 有些人就说 因为 叫做 买不到楼 所以 我们也有这部电视剧 叫做 下楼上车族 你又很想叫做 上楼 其实 我也看 有些人的心态 究竟是怎样 就是吵 没有机会 上车 买到这些 自己心目中的 什么好的 损盘 等等 很多人 想着 叫做 上到 人生置业 这个列车上面 就会 我一边做事 一边 正在供这一层楼 那他一边 也会升值 我供 都是供那个数 但是 你看到他不断的升值 你的资产 也叫做有所增值 而且 也可以在里面住 你既又不用 又是要额外 就要付一笔钱 去租楼 而且 你就可以 你继续供自己的楼 不过你要付利息 是 他都明白这点的 但是 你的楼宇的升幅 就是大家 那个预期就是这样的了 升幅出来的那块钱 一定是 可以蓋过你的利息 再加上你本身买去的 那些 你放的时候呢 是会是有赚的 就是呢 你会感受到自己的物业的升值 就是不断看着它膨胀 又好 虽然你说 你只是奸 但是 你不要问那么多 你不要说那么多 总之 我要放层楼的时候 我都是有赚的 所以为什么这些人呢 你说不是啊 你拿着层楼的话 你都是一个负债 来的 那都是一行债务 那有什么值得开心呢 但是 当我们看到 在香港这个情况 买买楼宇是容易的时候 再加上你 你会有那个升值的话呢 那其实呢 很多人都乐意呢 有拿着这个叫砖头的这个负债 他们都是开心都是乐见 因为你会知道他会升的嘛 虽然 在升的时候呢 那些钱是账面上的钱 账面上的资产一直在升 但是呢 你感觉上是爽点的 是舒服点的 就算你平时的现金流 很窄都好 但是你 实际那个 心里面的资产是在升的嘛 是不是 都真的叫做上升的 你起码自己都叫做有个保障 万一有些什么的 我就卖掉它了 就这么简单 那如果现在 到回头 原来你是在亏的 那有些什么时候 急起上来 你真的要放的话呢 就好像类似这个案子 那所以呢 见到这些叫做什么上车族 就是好想千方百计 都叫做上到车 其实他们上车的终极目的 都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人没有想过 就是如果 假如像上当年 那些负资产 或者其他不同的问题 等等 那你就倒转 就很糟糕了 就是呢 很多时候 那些人就忘记了 过去的事件 只是看着那些人 赚了多少钱 又多么风光 哪个有层楼 可能想当年就是天水围 现在呢 天水围 你都未必能买得到 最多都是租炸 租到很贵 有些人可能 就见到这些情况 甚至乎 天水围都去到这样 又会后悔 当初为什么自己没有去买 有些人觉得 高追都照顾买 有些人会这样想的 可能高处未算高 现在呢 你说我摸顶 有些人那时候 见到天水围 去到200万 就说他是摸顶了 现在200万 你怎么买个天水围单位 给我看呀 不要想那么多了 最紧要就是 上到车 所以这些深酸的故事 就算他那条数 未必如网民所说 不过 都是一个很警势的作用 不要想着 买了就一定行 还有 看到之前 都提到有什么 屯门 N年前的 什么叫 农床盘 很小的 最多只能放一张床 那时候有些人都说 是不是买个那么小的单位 劏得那么小 一间一间 那么细小的 不要管了 银马 能入口 我买得到的话 遲些 叫做升到水的话 那我都叫做有赚 是不是 他不要管那么多 照上了先 叫做有得上 但是农床盘 其实我一直都 很不看好农床盘 因为实在只能够 住一至两个人 一个人其实都 严小的 老实说有些单位 看得到是这样的 当那个 经济大环境 一出现改变的时候 这些就手汤其冲 这些盘 是很无情的 之前 由最贵的位置 入了的友仔 只能够祝你好运 又或者有一些 很早期 叫做买了这些农床盘的 他就跟着以为 啊面向着 咦我便去照供 便宜的照供 供供供供供供 到了现在 那个市 逆转了 还有他可能 自己手上的钱又窄 又见到 糟了 又想去BNO早家 但是现在又拖着一个农藏盘 陆续也有些人放这些农藏盘出来 我看到也有一些叫蚀样的过案 你想想 供了这么久 到现在放还要蚀 即是你连当时的价格 其他价格那一堆 不单止你账面那么多 还要后来再加多一块 哇 想起也很败 因为那时候有些人还以为自己买了农藏盘 好像很威风 以为上到车吧 是啊 看到了 现在究竟是下流上车浴 还是上车一个局 哇 真是对着这些 上一个局 那些是入了局的 我认为是 那些单位小到什么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有些单位是用车位来量度 量度出来后原来是比较小的 一个车位的空间可以放多少东西 放不了什么东西 那么小 就是他示范那个 还要是玻璃做洗手间的那些 四面三面 这样给你们看 哇 怎么去厕所 开门也是紧紧的 就是麻烦 如果一个人住到这么小的话 我给阿珍BC看过 他都觉得很震惊 他出来以为是假的 为什么你的床头 旁边有一个炉头 就是那些电磁炉 就是你一起床 不用下床就可以开始煮食 可以煎鸡蛋 但是你小心 你不要摆错电话在旁边 那些电话可能摆在电池炉上 就是电池炉上 哇 真是吓了一条 这样也可以 有没有搞错 当然 有些人不要想太多 最重要就是叫上倒车 现在那个市场逆转 或者叫多了人 甚至乎上班 也不算太好 遲些日后又会再加息 而且我朋友所说 有些盘 本来他买回来 也算是OK的 就是那个价钱 为什么呢 好像这个市场 有人砍之余 再被人砍两个东西 就是他附近 例如建屋邨 就是阻挡了他的警官 就是本来很好的警官 连那个小那的警官 都被屋邨遮了 哇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 反对建某一些公屋 就是这样 到时候 就算有些距离 因为遮了他的警官 影响了他的警官 也是等于间接 将他的房子扁直 因此那些人 就不要想着 上了车 就叫一路永逸 除非你能够守 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 要守 要守 要守得到才行 你守不住的话 你可能会弄不起这层楼 之后 就变成了银主盘 对不对 即是你连当时 如果银行给你的压力测试 是 你那时候可以过得到 所以我们那时候 都在想 哇 银行的压力测试 都已经有了 还那么担心 叫做工不起吗 如果当那个利率 加到一个位置 即是现在 还会继续再上升等等 会再上升 会再上升 那怎么办呢 到时真的 看见也有点害怕的 希望银行那边 可以高抬贵手 只能够这样希望 也有点难度 好 那我们今次先说到这里 好吗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